各位尊敬的媒体朋友们 大家可以提问了 你心里有一分一百分你得拉上来 120分 你量身的时候没有遇到什么难题 量身的时候没有遇到什么难题 主要就是 对 就是量身嘛 你选择这个机构上几个日子 因为我那个时候 因为刚刚出朋友 那个时候Lose Control 那张关系刚刚取得了 自己还感觉比较满意的成绩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的荣耀之一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蛮重要的 所以选择这样的 那你那像你觉得哪个最像 就真的像 就是像 鼻子像不像 嘴巴也像眼睛也像 天啊 那你刚得了自己能认识 复杀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这个内心是非常复杂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对我来说 因为我从小也要关注娱乐界 所以就知道能够入住 杜沙夫人浪香馆 这样的容量 不是每个人都有 所以我希望 所以交易先生自己珍惜 现在所有所有的一切 也就是 也是为什么把这个手势放在这里面 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懂得感恩呢 北京 北京 咱们国家首都 国家首都的八强馆 有多高中呢 对 医生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姿势站 哦 是这样的 还挺难的 这个 这个 不好意思 这个 他其实这个姿势 在站的时候 他还稍微比较方便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我两个脚站直的话呢 还稍微会累一点 因为他们那边的 那是英国人 英国老师们团队也是说 如果这么两个脚站直的话 会很 是这样什么 就会很僵嘛 跑我腿疼什么的 所以让我稍微弯一点脚 这样会站得稍微舒服一些 自己就做了这个姿势 那其实真的还真的蛮好的 特别是真的每个人都特别好 还给我准备了一个大房间 然后给我买了很多饮料 水果什么的 很温馨啊 你刚刚说你之后 就是上海之下 以后有一个来象 那你不许是你造型 我没有说 这不是我说的 就是那个 不深哥哥说 之前在综艺节目当中 大家都叫一星小绵羊 现在说 改了一个称呼叫小独立 你怎么看这个称号呢 其实也没有吧 因为自己自己属羊的话 我还是小绵羊 就是小绵羊进化 进化了变成羊了 是吧 其实也还好 主要是在哥哥们的培养一下 要感谢我们今天来帮哥们 对我的培养 跟教导 跟教育 对 你喜欢哪个朋友 我喜欢 所有 大家 其实对我来说 都喜欢 因为这是别人对你的 一个印象 所以只要 如果别人 对你有印象的话 也蛮高兴的 就是别人路上 走到路上 会说 小绵羊 你好 有些问题吗 然后 你的体力能撤销 你的身体 体力还行 就是可能经历有一点 反正是有一些 会有一些疲惫 但是 没关系 我觉得 能做 得相信 做小独立以后 感觉怎么样 因为之前做小独立以后 经常被人欺负 也没有 那个 其实 主要是可能 就是 很多事情不懂 就是 慢慢的说 原来可以这样 原来可以这么玩 原来可以做这样 其实还是没有觉得说自己 很厉害 但是 能够多动不脑 就蛮好玩的 主要还是哥哥们好玩 就是有 我们在拍 极限团圆第一季的时候 就是 看到哥哥们在玩都已经很好看 当然 你觉得不是吗 好的 最后一个问题 接下来 什么时候电影计划 呃 接下来电影计划 呃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因为 可能会在一个特殊的时间会 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的消息 对 好的 谢谢 谢谢大家的去访访啊 再次感谢我们美女朋友的这个封场 谢谢 谢谢大家